台湾市美是台湾这个民主的火车头 那接着整个这个各地方的总统 跟这个地委的选票创造呢 能够拉高全国的选票 让民进党呢 能够在2016的选业里面 包括国会都能够政党固定 然后改掉了 过去我们五六十年就是新的党 一直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法律 那第三个呢 是我觉得小英也有很可能会达成总统 台湾可能会出现第一个女总统 非常有希望 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 所以呢 因为国民党到底会出什么人选 有三个派这个不不说 他的事业政府的我们都很清楚 所以我觉得固长大家都很看好想 但是我觉得不能掉以轻心 必须还是要团结一致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这三个理由 第一个我宣布呢 我不参选 这一次的地委选举 第二个呢 我在当议演选举完之后 就年轻 就已经跟我们党部都讲好了 在地委初选的时候呢 党工不能介入 一介入的话 就开除这个职务 包括如果 当时如果我要参选 不能才介入就对了 我必须要维持党部的重力性 所以第一个呢 所谓党工呢 是包括目前在这个党部上班 包括我们各区的主任 都不能介入整个初选 我们希望呢 同志之间呢 不要互相恭喜 有竞争 但是不要斗争 毕竟这个民主的基石呢 是大家一颗一颗石头呢 把它累积了成 都能复杂 那些地方 都能复杂 一些地方 都能复杂 都能复杂 那些地方 就